这个圆满经呢 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 也就是大臣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跟华严经是完全相等的 华严经细说 无量寿经是略说 内容完全相同 这个经佛说的 三觉圆满 这个三觉是自觉就大 觉心圆满 阿罗汉证得的是自觉 菩萨证得的是自觉就大 但是没圆满 道佛是真正圆满了 这三觉圆满 六通自在啊 天言天耳 他先虚命 神足露尽 得大自在 所以趁法界信 是圆满经 将变法界虚空界 一起 礼 四 因果 信像 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啊 啊 经人 佛祝 甚深 争发心 苏流 圆满 修多罗事业 啊 摄旋门 在一切经里面 只有花言尽有 啊 其他经没有摄旋的意思 可是 净土仅有 无量寿 尽有 弥陀经也有 这真了不起 啊 我们看 李恩池大使 弥陀经 苏朝 这是弥陀经的注解 啊 连池大使用华言 圣门开启 来讲解 弥陀经 啊 所以 这三部经 古大得称为 大本 中本 小本 大本 华言 中本 无量寿 小本 阿弥陀 啊 这三个是 一步经 怎么是一步经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都是西方 基督 世界 华言经到最后 普贤 菩萨 十大愿望 到归基督 啊 看看 善才 童子 五十三才 第一个 参访的 得云比丘 他修什么 他修净土法门 这很重要啊 不能不知道啊 啊 我们中国将人 先入为主 啊 善才 第一个老师 出来参许 第一个老师 尽重法门 啊 端念阿弥陀佛 求神 修罗世界 啊 最后一个 你看 一头 一尾 最后是 普贤 菩萨 奢大愿望 到归基督 那 善才 说什么 善才 肯定是 专修 净土法门 那 那 五十三餐呢 五十三餐 是 为了 随习 功德 广度 有钱 啊 所以什么法门 他都设立 啊 他都明了 多通达 一点障碍都没有 想学什么 就跟你教什么 啊 最后 直规 净土 就显示这个意思 在里头 啊 啊 你那个法门 修了有障碍了 不能成就了 你赶快回头 你走这条路子 没有一个不成就啊 这是善才童子 给我们所做的 榜样啊 给我们所做的证明啊